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当蘑菇变成海景房 黄磊高兴了 观众呵呵了 向往的生活六播了两期 谁也没有想到向往的生活无聊竟然上了热搜 原本第一期首播收视很可观 有2.3亿的播放量 很多节目的忠实粉丝甚至特地为他开通了芒果会员 但到了第二期 收视却断崖式下跌 同时无聊也被刷上热搜 也就是说 大家在看完首播之后就劝退了一大半的观众 而剩下的那部分观众也能够挽回节目的口碑 延续着上一季的5位常住嘉宾 同样的节目氛围 变量不大 按理说不该遇冷啊 于是 院长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了前两期 找到了节目遭差评的原因 不是观众变了 是他们变了 生活失了针 刚看了节目片头 院长就笑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英剧《德雷尔一家》 向往六的开头和人家几乎是一模一样 滑动的家人生活片段配以漫画版的动物成员 更巧的是 《德雷尔一家》也是全家逃离城市 搬到了乡下的科福岛 临海而居 这样一来两边的设定也太像了 很多网友也发现了这一点直言超得太明显 而这一季《蘑菇屋》的生存规则 完全背离了前几季的节目基调 简言之 游戏性 大过了生活性 在前面几季里 嘉宾们都逃不开农活的支配 第一季最为原始 凡事自己动手自己自足 第二季升级 农作物可以兑换生活用品 搬玉米 拔萝卜 插秧 种树 割香蕉 每到一个新地方 蘑菇就会解锁一项新农活 虽然观众们也知道 庄稼大多数还是节目组照顾 明星们也是只是为了录制逢场作戏 但起码还是还原了部分农民劳作的生活 也从明星的角度呈现出了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 但这一季录制的地点是海南 蘑菇变成了双层的小院台景房 台门见海浪漫又豪华 但度假感大过了劳动感 出海捕鱼的技术性又太高 明星们不可能独立出海完成 全程做起了船上挂件 没了明星动手的反差感 节目组安排的一关关解锁 也更像是游戏里的打怪升级成了普通综艺里的任务性安排 失去原始的生活性质感 当生活失真就不会让人向往了 而常驻的五位MC也各有各的状况都不在状态 黄磊藏不住的私心 黄磊是个聪明人 但他的心事又都写在脸上 早在第三季时 黄磊就因为对嘉宾的不同态度引发过一次争议 节目组邀请了七位娱乐圈的选秀晚辈 做客蘑菇屋 也算是充当劳动力完成插秧任务 解决完一屋子人的伙食 黄磊明显累了 直言自己跟大家不熟 跟小先生们更是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必要瞎扯一通 在场的晚辈们面面相去 不敢发言 可后面一期是陈凯歌的儿子 陈飞宇来做客 黄磊完全换了副面孔 不能说是照顾有家 完全属于是没话找话 热情的不要太明显 于是很多观众都在质疑 黄磊看人下菜碟 而在这一季节目里 他为自家闺女铺路的心 也是摆到了明面上 三号闲聊时 黄磊提到等都都18岁 带他参加一次向往的生活 妇女俩给大家一起做顿饭 然后送他去上大学 带着亲闺女上节目 黄磊明白着要带女儿进娱乐圈的节奏 听了这话的张子峰便有些尴尬 他这假闺女在节目里又算个啥 而且黄磊还不止一次的提过多多 后面张子峰早起喝冰水 黄磊也说和多多一样 就喜欢喝凉的 在杰克多多虽然现在还没有迈进娱乐圈 但已经演起了话剧试水了 而且有个风吹草动就能够挂热搜 这般营销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如今黄磊在节目里 数次提多多为他刷脸 盘算着自己的小心子 自然让观众反感 何炯泪绝不碍 这一季的何炯一出场 满脸盖不住的沧桑 确实糟心事一箩筐 要谁都会沧桑 前阵子何炯生日向来张扬的何榜 就没了往日的风光 自从快乐家族收礼风波之后承担了一大半火力的何炯 就开始形势低调起来 越是完美的人越是不堪一击 一个小污点就坏了他二十多年的好口碑 他关照的晚辈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他信赖的家人纷纷下架都受自保 紧接着何炯主持的王牌节目快乐大本营被停播整改 快乐家族呈待业状态 他的好人员有一半是靠这个节目维系的 明星朋友上节目宣传台上何炯为他们暖场捧话 台下他又请客聚餐 所有人都不知道快本要整改多久 还能不能上线 而何炯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令人心动的Orph3录制常驻的两季的控场主持 从何炯变成了孟非 明星大侦探期延迟了正常的录制时间 双倍能否合体成了遗题 节目停过三周后 狗仔拍到了一群明星在乌镇聚会 何炯不顾好友的眼光在周迅的怀中嚎啕大哭 一切都有了结果 他又成了新的台柱子 站在了你好星期六的舞台 但周围换了一批主持的小伙伴 实则都靠他这个老大哥 控场撑着 台上很热闹 但何炯孤独又疲惫 经历了这些波折 再次出现在向往的生活六 何炯没了前几季的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激情 节目效果也大大折扣 张一星游离于外 首期一句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 引来一半火力 喊出梦想不尴尬 尴尬的是只有口号不见成绩 粉丝们也不必跳脚 如果是五月天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说这话 相信大家一点意见都没有 到了第二期无聊上了热搜 张家兄妹的粉丝相互在广场上甩锅 子方妹妹的粉丝怪张一星融不进这个节目 拉跨了收视 一星哥哥的粉丝澄清自家肚子痛 出场不到十分钟 收视这口锅不该砸到自家头上 相反是妹妹谈恋爱才毁了路人员 孰是孰非我们不与置评但有一点 张一星在这个节目里确实太游离了 这一季刚出发 他就带上了制兵机 气泡水机 暴冰机 并且又一次带上了五斤牛肉 把个人喜好带向节目完全是奔着度假享受去的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蘑菇原始质朴接地气的感觉 以此类推 那就不必劳动干活了 也不必出海打鱼了 直接各自在家里带食材就行了 而这三兄妹 蓬蓬和妹妹毫不违和 但张一星却像个突兀的哥哥 哪怕之前刘兴华回归 飞行录制了一期 他和妹妹在没怎么磨合的情况下 但是妹妹撒娇也好 给妹妹用小飞机喂饼也好 甚至在干活播算和妹妹聊天也好 都没有违和感 一切互动都有一家人的自然 但回过头再看张一星和他们的相处 有种莫名的客气和疏离 可张一星是在做自己的音乐 游离于节目之外 连H在男生的卧室撒了尿 坐在床上搞音乐 他都无动于衷 是妹妹拿着纸进来擦的 对比旁边把头发随便撩上去的张一星 蓬蓬明显是捡起了包袱 如何找到平衡 还需要他继续探索 如今向往的生活才播了两期 打出差评也是为时尚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